作为拍摄过很多经典电视剧的明星 张婷 林瑞阳 两位现在已经退去了娱乐圈影视明星的光环 而是开启了自己的全新事业 相信大家都知道 两人因为在自己的事业方面发展 通过增加会员的形式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最后发现 原来太阴以为傲的事业 却是传销 随后 张婷和林瑞阳夫妻因涉嫌传销事件 闹得沸沸扬扬 两人名下的所有社交账号也均被禁言 事情发酵至今 除了名下公司发生之外 夫妻俩从头到尾均保持沉默 对此 有不少网友都很关心二人除了被罚款之外 是否还会面临刑事处罚 近日 有媒体报道 明星夫妇张婷 林瑞阳共同创办的达尔威贸易有限公司 利用网络进行传销活动 导致名下位于上海总价值17亿元的96套房产 被查封 有博主也算了一笔账 从已披露的数据来看 平均套数在1700万套左右 早在半年前TST便深陷风波 亦从未淡出过大家的视野 广大网友都在惊讶 于张婷夫妇名下的房产价格之高及数量之多 张婷的商业活动在圈内牵扯众多 不仅仅是她夫妻二人 陶红 明道等等都和她联系密切 近日 有消息称 陶红从张婷夫妇经营的达尔威 公司五年分红4.2亿 其中后三年2.6亿分红是达尔威 处于传销阶段的分红 该部分分红均转入了陶红独资控股的公司账户 同时 该公司持有达尔威公司4.7%的股份 陶红还以自然人的身份 持有达尔威公司1.9%的股份 换一句话来讲 陶红 这一次等于是与张婷 还有林瑞阳之间的公司有着达尔威的关系 已经被证实 至于分红的数额可以用巨大来形容 目前 陶红已要求从该公司退股 而这样的行为 也难免会被人认为是在撇清关系 此前 陶红方工作人员曾否认从张婷公司分红4亿 而早前 陶红在个人账号分享自己的最新静态照片 照片之中的他纯素眼显得有一些憔悴 随着张婷案件的推进 身为公司股东之一的陶红的心情 多少是受到了一些影响 随着在他账号下面评论的人越来越多 而陶红也是禁止了部分的评论 更是直接将他的账号关闭了评论功能 头一天 张婷夫妇的价值17亿的96套房产被查封 现在 陶红又传出了关于获利分红2.6亿的消息 这其实可以说明一件事情 官方各方面已经对他们展开了行动 等于是收网计划已经开始施行了 这也就意味着 陶红将会因为此事而被继续追查 或许这正是陶红憔悴的原因吧 不过 相比陶红 似乎张婷夫妇要聪明得多 早前 有细心的网友发现 张婷和林瑞阳在操控公司方面 似乎有经过高人指点 因为 两人名下所涉及的传销公司并没有他们的名字 仅有的三个自然人股东中 其中有大家熟悉的陶红 而张婷和林瑞阳从头到尾都没有直接参与 完美地规避了直接责任 但是现在事件闹成这样子 哪怕公司股东中没有张婷夫妇的名字 相信他们夫妇也逃脱不过干系 只是可能要多费有关部门的一些时间吧 现如今 娱乐圈中越来越多的明星翻车 今天还把他当偶像 指不定哪天就成了反面教材 明星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自身的修养和品德啊 毕竟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小到儿童大到老年人 现在小学生都开始追星了 老年人也不甘示弱 如果一个明星不做好表率作用的话 真担心祖国的小花朵 为别人提úsica 向录权 并 gat一子 揎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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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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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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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